大學生了沒 進入青春期後 每個人不免會有一些 自己的小秘密 讓你與家人疏離 而在經過一連串的測驗後 同學們是不是與家人 更拉近彼此間的距離了呢 我剛才跟工作人員講說 我跟我媽其實是非常了解對方 結果沒想到題目之後 拿出來之後 我們兩個真的很不了解對方耶 我覺得今天問題超有趣的 我今天回家也要測驗我爸爸 看他對我了不了解 我媽真的是太了解我了 所以今天在節目上 一直抱我的料 我真的覺得 我快活不下去了 台語士大學 台語士大學 爸爸 你真的給我點兒子嗎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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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難解的十集 因為根據美國的研究 他說如果這個父母 總是想知道一切有關小孩的秘密 你就偷看他手機 偷看現在真的很少寫日記 但是比如偷看他的FB什麼的 他說其實這樣有七成的機會 你會跟你的孩子處得很不好 為什麼呢 應該我覺得這個就是人際關係 不是親子而已 比如說你如果被女朋友一直查 你應該也會心情不好 好正當的理由啊 那都 就是百倍奉還嗎 對 才可以是他 因為你這樣 你就覺得說那你就不相信我 我就乾脆我這樣偷偷偷成功的話 搞不好還有快樂 對 因為其實人要有秘密 因為我們有一些壓力 然後有的時候不能說出來 我們有秘密就是留一個空間給自己 然後你認為你自己是在 獨自享受也好 或紓壓也好 結果 結果我媽已經知道兩個月了 怎麼搞的 就心情會 心情就糟糕了 有嗎 你有被偷看過手機還是 這個倒還好 但是就是常常有的時候 我的秘密就是 納豆喝醉酒的時候 她就講出去了 造成我很大的壓力 後來我就 那是你啊 後來我就不跟她講了 然後剛好他 我媽媽的頭髮差不多是這個樣子 所以 我媽媽的感覺 氣到 是 所以今天我們很高興 請來很多這個 冠軍的媽媽 有小兵嗎 海產嗎 歡迎 歡迎 維庭媽 子貝媽 鍾翰媽 歡迎 歡迎 你們的準媳婦都在後面 看 就在後面 零零看 對 連連看怎麼樣 好看誰就喜歡 我們媽媽跟兒子同時作答 媽媽 1到100分 你覺得 你了解你兒子幾分 然後兒子認為 媽媽了解我幾分 答案都先不要亮出來 我們到時候 一對一對來看 我們先看海產媽的答案 海產媽認為她了解 海產90分 真的喔 了解她的 對 她幾乎 沒有什麼秘密 沒有秘密 對 了解她的興趣囉 然後你有女朋友 對 還有生活周遭的 大大小小的事件 什麼時候是去童真 對 對 她一直很保持自己的心 對啊 矜持 好 媽媽認為90 海產你的答案是 真的 90 為什麼 勉強及格 因為其實我還有一些秘密 就是其實不太 要有自己的空間 自己的小世界 不能泰哥媽媽就是分享 海產媽媽 你有沒有第一題就受傷 有 有 有 你這個真的太做效果了 有 還指責媽媽 你今天跟媽媽說什麼 媽媽她叫你來節目幹嘛 她叫我今天來裝白癡 耍白癡 壞了 裝白癡 對啊 不要太壞了 這邊有你就夠 你還要託媽媽下水 是不是 你覺得這個差的30分 你希望媽媽多了解嗎 其實是也可以就是深入 再多了解一點 哪一部分 你要跟你媽媽呼喚說 媽 有一部分你很不了解我 像其實我的 就是感情跟收入 其實我 其實媽媽都不了解 都一樣少得可憐 對啊 就是 但是媽媽都以為其實很多 像收入 媽媽就一直從零用錢 一直扣 感情其實媽媽也覺得我過得很好 其實不然 不然嗎 我們要問鍾翰嗎 對 有朋友 跟她的把妹 韓產哥還不然 可是鍾翰姐媽媽在 她不敢承認 哇塞 一目刻一目耶今天 對 那我們就看鍾翰媽 請問你認為你了解鍾翰多少 51分 哇 幾格了 因為每個人都有相處的兩面 在我面前我覺得我了解她50分 可是不在的時候 我至少有了解1分 媽 你好厲害 對 好酷 對 我們看鍾翰的答案是 對 有問題 怎麼說 你今天是來裝乖兒子對不對 裝乖 沒有 其實我不會對我媽媽隱瞞什麼 因為 反正 真的嗎 你這個 話也會太多 沒有 就事情發生了 就是發生了 反正不管怎樣 你就是要接受嘛 我們就問鍾翰媽媽一提 鍾翰的女人緣好不好 你覺得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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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她除了自己好 她還會吃好到胸部這樣嗎 她很喜歡 我們應該99分了 對啊 都了解了嘛 媽媽太謙虛了 對啊 就那1分 對 就那1分啊 好厲害喔 我覺得你的 你知道上上下下媽媽都很清楚了 鍾翰 你小心一點 媽媽只是不說而已 是 那小兵在我們這邊真的很乖喔 小兵 媽媽你給她幾分 你了解她 了解她 70到80 80 我覺得應該 應該有更高分 但是我想留一點空間給她自己 所以她有一些 有一些事情應該她要擁有她自己的秘密 小兵媽如果是我們看以前成績單的評語 你會給自己的兒子什麼樣的評語 比如八個字啊 十個字這樣 我覺得她很貼心 然後很誠實 然後她很 然後她很愛家 這麼有個小孩 都剛好有講到對不對 小兵媽妳剛剛講到最後 還慘還 好大 真的嗎 妳後來跟媽媽講那麼多 對 小兵 真的厲害 小兵叫我來這裡是做自己 對 對 因為我剛剛跟媽媽講說 就是來節目上 我們都不要對 都不要對 就是這樣才好 感覺是滿好玩的 所以你的答案是 你覺得媽媽了解你 法律 還更高耶 對 因為我自己本身生活比較單純 然後有很多事情 譬如說未來規劃 跟自己喜歡哪一類的女生 或什麼東西都會跟媽媽討論 對 所以我不 因為我比較不會欺騙嘛 沒有 我跟你講 最近真的有討論 沒有 因為我表哥是瑞瑞 對 然後我們就 我們自己家族裡面有一個line 然後結果他 因為我表哥看到我之前那一集 對 然後他就開始在拉我說 要不要來台北約 對 然後約我去什麼 街坡或是什麼東西 然後我媽媽就看了就有點緊張 然後上禮拜我們見面的時候 媽媽就說 你不要 就不要講那麼多 就是不要跟表哥談那麼多 他怕我被影響 但這個就是 可能天下父母心啦 是啦 因為我們為什麼要看分數 因為這是要對照接下來的比賽 默契 史丹媽跟史丹同時亮出來 好 只有落差10分 史丹你覺得你媽媽這麼了解你啊 對啊 因為其實我們家就是 也沒什麼好隱瞞的啊 就是 你怎麼說 我沒有什麼秘密 但是 可是會有一些考量 那個考量是說 像 買交通工具這種東西 對 這種考量 就是會怕說 他們會擔心說 會把一些秘密保存起來 但是其他的話 就比較沒有什麼好隱瞞的 但史丹媽 你打80分 就是有20分的空間 你覺得 兒子是不是有一些事沒有告訴我 交朋友吧 他說的 他說的 他可能會 他可能想我會擔心他一些交友狀況 所以不說 對 他有的時候他不會說 然後有時候我們會間接知道 間接知道 對 間接 間接知道 外面人我來告訴你 他外面交朋友狀況 然後後來覺得還OK啦 可是 可是我還是覺得 對他那種就是交朋友方面好像 他太神秘了是不是 應該是 因為他不太會去找他交朋友 好的 他會講 可是好不好 其他好像 這個 Penny會講嗎 你會不會跟你爸媽講你 很多時候其實不會 對啊 我反而不會 因為有的時候 因為媽媽有的時候 尤其是感情上面這個東西 媽媽會 就是用審視 對 審視那個女生 然後覺得說那個女生已經是你的媳婦 就是媳婦 或想太早 對 想太早 然後我心裡面只是跟媽媽媽 想要跟媽媽講說那個只是 對啊 K媽 她都只是用女藝人來消腫 不是 沒有 沒有 講錯… 沒有 我要喝藝人水消水腫 沒有 對 好好看 妳這個狗我要學起來 很好用的 把我嚇死了 嚇一跳對不對 真的 好 韋婷媽跟韋婷同時亮擺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 媽媽這個分數其實 妳覺得不算高對不對 不算高 為什麼妳 妳從哪裡還想多了解媳婷 她好像越 那個 越來越 越大 越不跟你講上去 對 越不跟我講了 交女朋友是不是跟你聊 對啊 妳知道她現在有沒有女朋友 我知道 妳知道 幾個 幾個 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等一下 這很重要 美麗的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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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腰變成的嗎 美麗的小姐 看人看腰 但是韋婷覺得媽媽很了解她 對 我覺得她很 我覺得我媽媽很了解我 而且就是她其實滿疼我 她其實不太管我 只是就是 我其實也滿白目的 就是她只要問我去哪裡 我都會說 因為我想要隱瞞她 我覺得說秘密 然後她就很不爽 有什麼好秘密的啊 這樣子 其實今天我覺得 她把自己估低一點 但是其實她 估最低的 我覺得她了解忠漢滿多的 對不對 真的 然後把阿板敲他到你才是白癡 然後說出驚人的祕密 其實實力不是我兒子 這麼大 好啦 但是我們今天其實真的是要來測驗一下 就是媽媽到底究竟了不了 自己兒子的喜好 或是他的一些情況 所以等一下我們會請媽媽跟兒子同時 作答 那我們在這邊我們要怕男生 因為有些時候媽媽來了 可能會有包袱 就開始講一些有的沒的 然後故意講假話 所以你們要做一個宣誓的動作 要誠實 好 雙手舉起來預備 開始 你說 我 阿安 今天在節目中回答所有問題 一定會憑著良心照實作答 如有一絲謊言 我就捐出今天所有的通告費 並且孤獨終老 永遠罷不到妹 他們是有照念 但是海產剛好是說我海膽 問問的 問問的 沒有 我是真的講海產 好 好 就算海膽也是海產的一種 還是逃不掉的 各位 馬上就開始我們第一題 第一題是我們一個圖片題 我們來看一下以下幾張圖片 哪個可能是您的兒子會喜歡的類型 好嗎 來 第一種 第一個是甜美可愛 還有性感火辣的第二種 第三種是肉肉討喜 第四種 鄰家清純 第五種 陽光運動 我們先看看 呂大聲也有一起作答對不對 就是自己因為家裡面有 也有哥哥或者弟弟 可能他們比較喜歡哪一種類型的 一起寫下來 好 好 我們來看看 先看媽媽的答案 還有我們女同學的答案 請翻牌 媽媽都二四 二四 對啊 沒有一三五耶 二是 那差很多耶 火辣 二是火辣的 四是 鄰家清純 四是鄰家 好 四 來 綜翰媽 四 你確定她不喜歡火辣的嗎 她不喜歡辣處的嗎 對啊 女朋友是清純型的 出去外面玩的朋友是火辣的 有 有 有 你真的是很厲害耶 來 那看看 綜翰媽 你覺得是 Ruby是屬於比較 Ruby是屬於這一種的嗎 辣妹嗎 是嗎 綜翰 是 綜翰媽又很好 好 海產媽咧 答案 二 性感火辣 性感火辣 對 辣 真的喔 她喜歡那麼辣的 媽媽也贊成嗎 現在隨她們 對 但是選型補的時候就不可以了 就不一樣了 選型補是要哪一種 我要人家清純型的 四種最討喜 肉肉可以老生 對啊 肉肉的呢 好 媽媽板子先不要放下來 舉著要不要對照 兒子的答案 我們要跟你們兒子對照一下 來 板子不要放下 好 好 我們現在來看看 男生們的答案 講老實話 都對到耶 只有瑋婷媽跟瑋婷不一樣 今天要提出分手嗎 對啊 我也喜歡清純 瑋婷你喜歡清純的 對 我喜歡清純的 Ruby算是 可能我是國中就認識她吧 所以她國中滿清純的 所以 對 對 挑女友就像挑媳婦 媽媽眼光大不同 請問這邊有沒有帶女朋友 給媽媽看被打槍過的 常常會有學妹啊 還是什麼來家裡面 問我說媽媽妳覺得這樣 媽媽就這個 穿起來有點賊賊的 我有一個名單給媽媽挑 媽媽就說都可以 結果我挑了 最後交到一個比較矮的 然後又回來跟我講說 交矮其實是給180的人交的 你這種 妳看她都那麼矮 伸出來會變 對 妳看誰說就 妳是要商人了 是 大學生了沒 瑋婷媽妳認為她是喜歡性感火辣嗎 因為 Ruby妳站起來像我們看 其實她都很熟了 然後而且妳選的就是2 4 沒有 我穿得很清純 我還穿T 妳還穿T恤 對 真的 T恤故意穿很小件 所以韋婷妳應該是說 妳是要有那種 又可清純又可也厭 對 應該是這樣沒錯 所以Ruby妳的答案是 妳認為她喜歡 我的答案是2跟4 就是結合她們兩個的答案 對 這集是來造就Ruby的是不是 對啊 真的 真的 但是海產媽答案跟海產是一樣的 對啊 因為其實我 其實我真的是 就是認識女孩已經有一個困難了 但是忠翰介紹 其實我是喜歡的是鄰家女孩 但是偏偏忠翰介紹給我都是火辣的 這不能怪我 不要一直弄我好不好 太弄了 連主攻忠翰就對了 好 但是女大聲們這個 你們自己觀察 就是自己的兄弟 跟自己媽媽的喜好 是不是相當的不一樣對不對 來 怎麼樣Ruby 因為像我弟弟 他常常他帶的女生回來 就是都是那種低胸 然後穿洋裝的那種女生 然後我媽看了都會很生氣 可是因為我媽媽還是會禮貌性 跟他們聊個幾句話 然後我弟弟就是 會大概知道說 感覺家裡氣氛不太對 就會把女生帶走 然後就知道說 就是媽媽不喜歡那類型的女生 然後就會回家之後 我媽就會說 妳不要再帶那種 農裝夜魔女生回來好不好 媽媽好像對於比如說 穿著太暴露 然後沒有禮貌 然後或者是在家人面前做出一些 比較不雅的舉動 會比較不喜歡 請問這邊有沒有帶女朋友給媽媽看 被打槍過的 有沒有 有沒有 我以前 就是我在打工的時候 我有一個名單給媽媽挑 媽媽就說都可以 結果我挑了 最後交到一個比較矮的 然後媽媽就帶回來 她就也沒有講什麼 然後她就回來跟我講說 這種小矮子 小矮子是給180的人交的 妳這種 妳跟她都那麼矮 生出來會變成超級矮 反正直接攻擊我超強 我說 不是妳跟爸爸自己這麼矮 把我生得這麼矮 然後還限制我不能去找 喜歡矮的人 然後我就講 媽媽那時候有點壞 還想媽 我沒有說小矮子 我說那個像 Mini PIN 妳是要傷人啦 是不是 Mini PIN 其他沒有嗎 沒有被打槍過的 鍾翰有沒有 可是 可是那不是女朋友耶 女朋友是不是 不是 不是 就可能有 就可能有 有的時候 大學生嘛可能會有 常常會有學妹 還是什麼來家裡面 然後我會問說 妳覺得這樣 我媽媽就這個 看起來有點 賊賊的之類的 對啊 很會看人 沒有 我覺得請媽媽寫 因為剛剛媽媽都是猜他們喜歡的 我覺得寫你們選媳婦的條件是什麼 然後 然後 對 那兒子寫自己將來老婆 你希望他要有什麼條件 好不好 這個我們看看媽媽們的標準 你媽媽有跟你講過嗎 說納豆你一定要 娶個怎麼樣 我媽說 我媽都說要娶個像她那樣 可是我會覺得怎麼可能 像她那樣是很 比較勤儉持家 然後比較樸實 媽媽心中有大愛 是慈濟的師姐對不對 對 希望是那樣 那個是修來的福 對不對 要慢慢修的 我們看一下媽媽們的答案 寫 媽媽在寫書耶 媽媽在寫文章 條列列列上寫 就是我覺得要愛她的是很重要 這個很重要 然後人品當然 因為家裡比較單純 所以人品方面 然後最後我覺得 因為小斌對家庭觀念很重 而且他也是很愛家 所以我也希望 希望我的媳婦是很愛家庭 有家庭概念 小斌媽那個人品要怎麼從 比如說幾次的吃飯見面 可以判斷一下 其實我滿贊同戀愛 所以我會很鼓勵我的孩子 就是要有一個戀愛的期間 就是彼此多認識 然後也能夠接受彼此的優缺點 因為我覺得 不是每一個人都是全部都優點 我覺得每一個人都有他的缺點 但是 如果他去你家吃飯 然後吃完就說 他就站起來要拿碗去那個 就是去洗碗桃 洗碗 你就說不用 他說不用了 好 那你洗 那這樣怎麼辦 其實我覺得 你會對他扣分嗎 我覺得現在的孩子 還滿單純的 如果假設是 真的他來到我們家 會有這麼輕鬆 我覺得也很好 就是他能夠表現他的個性 反而比較好 真的太好了 對 我聽到已經結婚的那個女生朋友們 他們都說一定就是再怎麼樣 就是媽媽說不用不用 你就一定要搶著洗 你一定要洗到才行 搶的過程中 他發現說你真的搶不太贏的話 就把他碗摔破 對啊 要把他說不用洗了 要盡量一定要幫媽媽洗 是 小兵 你的條件是什麼 對 我覺得陶子姐 因為我 我覺得 一切以太直撲 真的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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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的喔 小兵已經有變長囉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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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真的 小兵有跟我講過 有 我有跟我媽講過 因為就是 因為陶子姐在整個做 當人的過程 不是啦 就是藝人 沒有啦 沒有啦 我晚上也會跟Ruby聚會一下 這是我覺得 要當一個母親 然後又要當一個媽媽 然後又要當一個主持人 或者是任何歌手 就是做的每一個反應跟 任何都是到位的 沒有 小兵 我要跟你說謝謝之外 也要勸你 對 媽媽買衣服的眼光賭特 男大生真的無法駕馭 這些其實都是媽媽 比較常常會幫兒子買的一些衣服 哪一個是兒子 可能在牌子去穿他的 牌產媽選的是三 是牌產你選的 是一 其實我會是運動的 然後我媽會選三的原因 因為一是她去菜市場買的 她不會選她自己的 所以是媽媽買給你菜的 是媽媽買給你的 幫我買的 對 媽媽你是 跟她吵架以後買給她的嗎 I am sexy bitch 妳知道嗎 我是一隻 是感覺很好 是一隻 大學生了沒 中漢媽 我看看妳要的媳婦 處理事情的智慧跟相處和諧 妳的字好漂亮 真的 媽媽平常有在練書法嗎 沒有 媽媽是做什麼的 妳是學 是老師嗎 還是 是的 老師 教什麼的 教音樂 音樂老師 哇 中漢 妳完全 這是 對 是另外一種樣 對 我一直覺得我抱錯小孩 媽媽妳要求的這個東西 其實是真的很需要智慧的 比如說哪些智慧 是家裡面的還是 我想是我們人生會 不管什麼時候都會遇到很多問題 那遇到問題的時候 怎麼去處理那個智慧是最重要的 我第一個 我想說如果有智慧去處理很多問題都可以迎刃而解 對 共渡難關 相處要和諧 中漢妳是 辣手 辣手 沒 中漢妳今天都在漂白啊 對啊 愛人氣質孝順高白美 高白美有話有講的 高白美也是事實 Cup不用要求 因為其實我發現很多漂亮的女生 胸部都不是很大 而且我也沒有遇過胸部很大的女朋友 所以我覺得這個我不要求 對 你也太誠實回答 對 聽到這裡我們已經有點要聽不下去 我們是聽海產 他寫的是真的嗎 海產 對啊 一派胡言 這個沒有更差 就是裙子要夠短 要那個身臂要夠深 對 它的重點其實是這樣 可是其實他交女朋友也是要乖 其實就是他女朋友也是辣歸辣 可是實際上都很乖 他女朋友會讀書 又辣又乖 他其實女朋友很乖 就是穿高領毛衣 只有穿高領毛衣 對 下面 我們看有沒有差別大一點的 海產你要的是什麼 其實我要的很簡單耶 其實就是 還不是一樣 對啊 你還在講人家 不會 我選人美心更美 不是啦 人美心更美 我覺得重要的是心 什麼啊 因為我知道自己長得就是 可能沒有到很頂 但是也在中上 不是啦 媽媽有來問 聽話跟孝順是最主要的 我覺得媽媽應該就是要 聽話孝順 就是賺錢或是什麼個性 其實那可能以前養的 沒有辦法改掉 就是聽話跟孝順 海產媽媽要的是 對 他講的已經是 有一點任勞任怨的感覺 不是 募食的話就是比較 比較… 怎麼講 比較淑朴那一類型的 比較西花的 對 不要說一天到外面跑的那一種 好 各位 接下來進入第二題囉 這些其實都是媽媽 比較常常會幫兒子 買的一些衣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有三個選項 哪一個是兒子可能 最排斥去穿他的 第一個是像這種 有印花的圖案 T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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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棉T 第二件 這種羽絨的背心 羽絨 第三個是這種運動 一整套的 運動套裝 寫下你們覺得哪一套 是兒子會最 抗拒去穿他的 媽媽跟女大生來寫版 女大生就你們了解的 童年齡的男生 他們會抗拒穿哪一件 來 媽媽們寫好可以先釀出來了 史丹媽 你選的是3 那整組的運動 你為什麼 他比史丹的個性 他不會穿那種東西 因為他很小的時候都會自己跳 就是他要自己跳 我給他買他不會洗髮 好 史丹的答案是 對 媽媽 你不一樣 你不喜歡運動衣 對啊 因為 我不是覺得說他難看是什麼 只是我覺得穿上那個 像是那種體育系學生那種 穿起來就很有感覺 可是像我沒有一個東西在 我覺得穿那個我覺得 個人風格不一樣 對 沒有喜歡 韋庭媽 你選1 就是那個有一隻狗這樣子 酷酷 甩甩的 你覺得他不會穿 不會 他長大了 長大了 長大了 好 不喜歡圖案 好 我提妳的答案是 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 所以你會穿羽絨衣 然後會穿那個整套 但是就不穿那個狗 對啊… 為什麼 因為覺得有點 沒有品味 對 有點沒有品味 你看你的女朋友多了解你 他選3 可是我覺得 可是我覺得運動衣很醜 我覺得印花很可愛 然後厚重羽絨衣也滿有品味的 分手擂台的開始 欸 未婷怎麼辦 那以後如果媽媽 媽媽幫你買 跟女朋友幫你買 怎麼辦 媽媽選的是你喜歡的 女朋友選的是你不喜歡的喔 那你 那我就印花襯衫穿在裡面 然後運動套裝 這麼熱 好忙喔 兩邊都要能夠 好 中海媽你說2她是不會穿的 因為那個羽絨外套 為什麼 我曾經給她買一件那個 冬天騎機車穿的那個羽絨外套 因為是橘子色的 它非常的排斥 那我橘子色 我選橘子色是因為安全 你還要給她那螢光側條啊 對 我也想把它貼上去 那木村拓哉也有穿那個啊 對 也有穿橘色的羽絨外套 我是木村拓哉啊 好 來 木村拓哉 來 中海你的答案是 其實我是因為 跟媽媽不一樣 其實我是都會穿運動套裝 可是妳看那個剛剛那件褲子 就是橘子色的 你就是橘子色的 對 我覺得因為那個橘 現在很流行量系列的東西 可是那個橘我覺得 穿起來不好看 對 好 那海嵩媽選的是3 是橘色那個喔 海嵩你選的 是1 其實我會是運動的 然後羽絨外套我也有 然後我媽會選3的原因 因為1是她去菜市場買的 她不會選她自己的 然後她覺得都我 因為她覺得我穿很可愛的 可是她我的可愛 跟那種狗的好像不太適合 而且尺寸也不太合 我就覺得這個 又是她對我不太了解 我一開始穿就有點緊了 然後也沒辦法退 這件是你的喔 這獎是賤啊 對啊 就是1啊 那是你的喔 那是我媽媽去買的 所以她才沒有選 她才沒有選1 那些狗狗是 這件是媽媽買給你的 幫我買的 你不敢 對 因為她覺得我是 你直接這樣講喔 因為我的可愛是跟那種可愛 是不太一樣的 你哪有可愛 真的 好意思 真的可以啊 而且媽媽買 我是性感的母狗 這是 就是英文是正式的地理 不是 那是英文說 狗的狗是狗 是指南 就是熊性的狗 熊狗 16狗 對 母狗的話這真的叫Bitch 媽媽妳是 所以媽媽沒有注意到這句話是不是 媽媽看不懂 那怎麼辦 這件衣服有沒有穿過 海產 其實我沒有穿過 因為我一開始穿就有點緊繃了 你穿一下囉 你待會兒換上給媽媽 對啊 我們看一下海產穿 媽媽為她挑選這件衣服以後 好難聽喔 真的有點緊繃 真的有點緊耶 太低估她的身材了 怎麼那麼緊的問題其他孩 這個要問一下Nikita 其實有沒有也是爸爸或媽媽小時候 或是到什麼時候買給妳已經覺得 不好意思喔 真的差太多我不想穿 一般來說是覺得媽媽買的衣服 料質太多了 就是國中的時候要跟同學出去 大家都會比如說 你看我這衣服怎麼樣 在西門町買的什麼的 然後但媽媽她那種買一定是 在菜市場或是家樂服那種買的 大家就會有那種虛榮性會去比較 就是青春期的時候 青春期的時候 我覺得父母注意一下 因為我還記得我高中 我這臉真的要講出來 媽媽雖然在天之利不好意思 我還是要講出來 是 我媽帶我到菜市場買內衣 胸罩 旁邊是一攤賣雞的 然後我就買內衣那怎麼辦呢 阿姨也就很大方說 來…沒關係啦 穿外面也差不多啦 就把我 然後我就很糗 我就站在那邊 我真的 我也不能罵媽媽 因為媽媽也是為了我好 可是我就站在那邊這樣 然後我的眼睛就知道 飄向別的地方 我所有對內衣的一個畫面 就是一排雞頭這樣 因為旁邊是賣雞的 然後我在市場 穿一個內衣在那我就這樣 你知道媽媽 有時候顧一下兒子或女兒的面子 因為太尷尬了 因為當然那個年代 當然比如說菜市場買很多衣服是 大家覺得比較實惠的 那是我第一次這樣的經驗 對啊 所以我倒顧一下 媽媽的期盼極目標 竟是男大生夢魘的開始 我們接下來這個問題 跟這個面子有關係 各位 請問 以下媽媽做的行為 兒子會覺得最沒有面子 宗愛媽 第一名 她的辱名道理 我們很好奇 裡面蕭含著我對她的一種 所以我都叫她那個 因為我把... OK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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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的答案真的是這一點嗎 你也是選一哦 真的啊 你們這隊很高分耶 大學生了沒 我們接下來這個問題 跟這個面子有關係囉 各位 請問 以下媽媽做的行為 兒子會覺得最沒有面子 第一個 在公眾場合叫兒子的辱名 大屁兒 第二 到處吹捧自己兒子的優點 第三 在屁友面前抱兒子的糗事 大屁兒覺得很大 戳到眼 觀眾不要覺得我們在亂舉例 我會直接想要這個名字 是因為 偉忠哥 對 他說他們 對 然後人家那個兒子已經在美國 比如說是個博士 對 然後他媽就在公眾場合說 我叫他大屁兒 很糗 然後就覺得很糗這樣 宗愛媽 第一名 她的辱名道理是什麼 辱名是我們很好奇 好想知道 現在今天就是個公眾場合 應該是綽號 這裡面有 裡面蕈含著我對她的一種 私底下的期望 所以我都叫她那個 但是我很大聲的叫這樣子 牛捧捧 牛捧 因為我把馬猶猶翻過來 叫牛捧捧 朋友 好 他期望嗎 他在音樂這條字嗎 牛捧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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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捧捧捧 牛捧捧捧 我是希望人家不知道我在叫什麼 這樣子 但是他懂我在叫什麼 你叫我不回頭嗎 叫人家看不懂嗎 好 你的答案真的剩這一點嗎 你也是選一喔 真的 沒有 你們那些很高分耶 不錯 所以媽媽會在多少人面前這樣叫 沒有 因為我們家 因為我住屏東 所以前面跟後面房子很大 他可能在後面叫我 我在前面 所以他就用吼的 可是我會自己講說 如果隔壁鄰居聽到我 我像包袱這麼重 真的 真的是 一個不帥了 對啊 牛捧捧 一個不帥 最多就今天的已經在電視機前面公開了 對不對 我們要介紹 恭喜你喔 全屏東鄉親都知道了 對 好 我們來看看其他 牛捧捧 我們男生們全部的答案 我們來翻開看看 孩子媽媽 跟孩子都寫二 一樣耶 都是你兒子的優點是缺捧什麼 不是 他是 我媽媽是因為 只要每次有客人來 然後我帶小朋友 然後他就先問人家 有沒有看就是我們節目 然後有的話 我可能在睡覺就說 來 我去叫海產哥出來 跟你們照相喔 海產哥跟他叫 就是其實媽媽先這樣叫 叫著搞得習慣了 我就覺得自己是海產哥了 然後他就這樣一直叫我出來 其實我覺得很尷尬 其實人家不一定知道我是誰 可能就是剛好也不知道 可能有看不知道 不然就是我走出來他說 這是誰啊 然後我就超尷尬的 還不知道我是誰的 客人還說這是誰喔 天啊 媽媽其實這是父母的驕傲對不對 對 就像前幾天爸爸同學會 然後他們有一個 他們二十八年來第一次開同學會 然後一見面就說 哎呀你就是海產的爸 所以就這時候當下就覺得很驕傲 因為我爸上次那集那個父親節 不是就是他噴水被我偷拍到 我女朋友好像懷孕了耶 他現在在外面就叫 他被他的客人叫噴水哥 你怎麼沒有帶你兒子 海產哥裡出來 我也問一下女孩子好了 大鵝 如果你媽媽就說 我女兒就是那個大鵝 他真的本身其實很漂亮 那些主持人不知道 我跟你講 他在大學什麼就一直吹捧你 你到底是會覺得開心還是不開心 有點尷尬 因為我本人就跟 就是跟照片還是不一樣 但別人也看得出來 意思就是說媽媽說 妳在大學生很紅啊 很可愛啊 這樣對做孩子來說不行嗎 不太好 不太好意思耶 我就覺得很害羞 ERICA也搖頭 不行啊 因為妳稱讚是要讓別人稱讚妳 不是妳自己媽媽來稱 講自己家的小孩有多好 妳這樣自己聽 就別人真的有這種感覺嗎 就是會很 那可是如果媽媽虧妳 妳又更不高興啊 我ERICA有沒有 就上次嘛 她看一個那個大奶妹 還不高興去檢查人家那個 有沒有那個 有沒有那個 結果沒有啊 好好笑 她頭髮都亂了耶 這樣好笑 對啊 我覺得這樣反而還有話題 可以被笑 我覺得虧反而比稱讚好耶 因為虧至少你後面有的接 你稱讚然後就尷尬了 因為稱讚真的很難 因為像我爸到現在都還會 所以就是我們全家去吃飯 然後我爸就會去外面 把整個餐廳服務人拉起來說 真的喔 我爸就還滿研究一點 而且一邊簽一邊還說 因為到底是 跟永藥 對不起 恩綺妳覺得呢 我覺得因為 現在男生在外面都有 英姿煥發很帥樣 她還喜歡講一些很難的字耶 有 英姿煥發 所以真的是就 因為我媽也會叫我乳名 然後其實就是黏皮糖 其實女生的名字會比較可愛 可是男生好像真的不能接受 接下來這一題非常非常重要的 請問 認為自己的兒子交過幾個女朋友 1 0到3個 2 4到6個 3 7到9個 4 10個以上 好 你們後面那個女生寫的 你們可以指你一個人 你都會是 比如說你寫海產 然後你寫幾到幾個 就你了解她 現場你們了解 我們一開始 節目一開始都有發過數 好 OK 我們來看看媽媽們你們的答案 綜藍媽 在這一點會不會低估了妳的 她選 因為她選是2 選像4到6 這樣好 4到6 可是 對 一樣會不會低估了她呢 對 因為只有個位數 對 要看值跟量 如果真的是值的部分 她真的把她當成女朋友的話 其實不是很多 但是如果說女的朋友 應該是以上皆非 10個以上還不夠 可能 N要無限大了 來 鍾翰 妳的選擇是 你自己的答案是 內 內 但你留言大部分 對嘛 對 對啊 沒有…我現在這個女朋友 沒有跟我在一起六年 那我怎樣 沒有 沒有 我真的 不隨便交女朋友 可是我教就交女朋友 我就其他的就 大家都好朋友嘛 就朋友就好 你那個講到好朋友 那眼神超怪 大家都好朋友 就真的都朋友啊 對啊 女朋友一個就好 就算有女朋友 還是保有交朋友的空間嘛 對啊 你跟你的那些好的女朋友 都會做什麼事啊 對 會到千千手還是 只是青青 ears 小歪嗎 沒有啦 就大家 去唱唱歌 嘻嘻哈哈 嘻嘻嘻 ح哈哈 嘻嘻 嘻嘻嘻 沒有 就比較厲害 逢 逢 逢 終彩 對啊 史丹媽認為是四到六個 史丹你自己寫 也是四到六個 所以是四加六是嗎 差不多 沒有 是四乘六 那我猜是 你說現在騙的尺寸之後 什麼搞的 史丹媽你知道大概 差不多四到六 你看過嗎 還是 看過啊 我看過好像 大概七八個 我媽看過兩個而已 妳想賭媽媽 沒有 她其實她 她跟她哥哥很像 就是人緣很好 然後她是我還沒有碰她 她哥哥我倒是碰過她 哥哥曾經就是在我們家樓下 就是多一個 吸一個 然後那邊有一個 我就這樣去買菜回來 看到這麼一個 然後那邊有一個 就等她哥哥 然後她也差不多 可是她是 她是粉絲 有粉絲在一家門口等 還是其實她們只是要打麻將 沒有 因為不是綜藝的 吸一個 對啊 然後她哥哥演奇怪 她哥就把那個啊 三個啊 四個女孩子全部就 又到我們家那個電影院那邊去看電影 我現在覺得我已經會很尷尬了 瑋廷媽選一就是零到三個 但是Ruby選她是二 四到六個 瑋廷你自己的答案是 二 四到六個 所以Ruby這個是你們有聊過是不是 Ruby 妳知道她過去教過幾個對不對 我二的意思是說 就是只有兩個 對 她嚇到了 她認為只有兩個耶 Ruby你以為只有兩個 她之前只有兩個 怎麼辦 四到六個 Ruby的手在發抖 現在四個其實就是 他們都不知道 就是可能是國高 也不知道那算不算在一起 對 現在才在講 對啊 現在才... 我來不及耶 瑋廷媽認為的更少是零到三個 瑋廷媽,你覺得她甚至有可能是零啊 她只有兩個 你說包括Ruby嗎 我知道的,對 包括Ruby只有兩個 是第二個 Ruby是第二個 所以Ruby跟瑋廷媽答案是一樣 好,接下來我們要繼續問問題了 這是關於說謊的 我來騙 請問 以下三種理由 你認為哪一個是兒子最常用來說謊的 一 和同學做期末分組報告 二 同學生日要和大家一起慶祝 三 社團活動需要戶外露營 這三種理由有機會在外面過夜 戶外露營就是要過夜 好明顯 大學生了沒 大學生了沒 最從史丹媽開始了 一 是嗎 這個常常會這樣講 但是妳知道說 她都是把我騙耶 對,我也覺得 對啊 好 我覺得她這樣 媽媽是不是真的很了解妳了 史丹,我們來看看妳的答案 真的 真的 所以妳們就是 沒有啊 所以妳們就是 沒有啊 因為說真的我覺得 媽媽就是對我 媽媽比較管我是說 我有門禁 會希望我比較早回家這樣 可是其實我上課都會上到十點多 那 早上上班會覺得沒時間晚 那就會說 我要跟朋友 媽,我今天晚上要去做報告 會比較晚回家 真的 真的 真的是這樣 其實就是去吃小夜 當然也沒有全部都騙 對 什麼時候判斷出來 她怎麼樣講的時候 她是騙妳 怎麼樣講是真的 她就用APP給我 來APP給我的時候 她都會講說愛妳喔 然後我就說愛我就有問題啦 我就說 然後會這樣子 她說媽,愛妳喔 然後後面就要怕我 我要幹嘛 然後要晚一點回家 我說好 我就跟她爸爸講說 我說妳兒子又有問題 她為什麼 她說因為她算愛我啊 過多的天啊 對 因為這一題妳知道 應該問後面女大生 妳們曾經有用過 比如說 我要跟同學生日 可能會唱到凌晨 還有 我需要戶外露營或住宿 我們要環島 然後有沒有被阻止或懷疑 或開始吵架過有沒有 我們來舉牌看一下 ERICA有 我有講過同學生日 可是我發現這招是比較 它應該是三個選項裡面 最不好用的 因為如果是一或三的話 都是學校的事務 媽媽都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是二的話 媽媽就會說 為什麼同學生日 妳一定要去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的 對 然後就會打電話去說 那妳不然 對 對 然後就會 那壓力很大 所以我後來都選擇說 做報告 就是說我們晚上要拍戲 同學沒有時間 扣不到 我覺得這是爸媽 對女兒 真的還是比較不放心對不對 恩綺 對啊 我真的每次要騙我媽 出去玩我都說 媽 我哪個同學生日要一起去 因為是室友一定要去 我媽就說 朋友的生日妳都沒有這麼積極 朋友的生日妳就非常的去 然後我就覺得 就覺得真的很難過 很難騙 讓我問一下各位媽媽 妳們覺得經過這一集 妳有變得更加了解 自己的兒子嗎 全叉 全叉 我們看一下 好 幾乎都 周翰媽媽媽妳打得更叉 為什麼 為什麼 怎麼打叉 因為有些部分我還是不容易了解 所以我只是藉由這個機會 想更努力來了解他 對 而且我覺得不要把關係變成 就是夫妻也是 親子也是 不要變成好像警察抓小偷 那樣就會 好像妳一看到一個什麼 妳就要立刻爆跳如雷的話 其實那對方會更不願意 跟妳分享任何的心事 所以有時候是就互相 其實妳們真的也不要覺得 媽媽不知道 媽媽都知道 好不好 來 安全性 記得要戴套 好 再次謝謝我們的媽媽 跟小孩們 謝謝 謝謝 拜拜